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二周一至周五更新 第一集影片的说法来源于香港电影的分级制度 1988年 香港制定了电影检查条例 开始对影片分级 其中第三集影片只准18岁以上的观众观看 三集片并不单指情色片 暴力镜头 过多粗口 或者其他可能造成青少年儿童不良意识的内容 都会被划分为三集片 第一部被认定为三集片的 是电影《黑太阳731》 影片主要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 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曾在内地上映 场面极度暴力血腥 不知道给多少人留下了童年阴影 1989年至1995年 香港三集片进入了黄金时期 赤裸羔羊 满青系列 蜜桃成熟时等三集片接连上映 不仅票房高 口碑佳 还捧红了很多一托成名的女性 舒淇 温红 叶子梅 叶玉青 哪一个不是80后男生的梦中情人 金像奖一直不歧视三集片 曾经为三集片搬出过不少奖项 1993年 八线饭店之 人肉叉烧包的主演黄秋生 夺下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 凭三集片拿奖的影帝 1996年的色情男女 得到第16届金像奖最佳电影等七项提名 舒淇得到最佳女配角 及最佳新人奖 不过 辉煌属于过去 2000年之后 香港三集片逐渐没落 这次踏血寻媒横空出世 惊艳重人 因为它不只有暴力和性 艺术性也非常高 反映了香港新移民的社会问题 不过 就算是艺术三集片 想要开拓内地市场 还是过不了审查这一关呢 为什么他要用刀戒自己 你比很多人幸运 香港平均两个钟 都有一个人实在 将来的路爆 我杀了人吗 到 哪有这么多真相的 是以为你落叉出的 别走啊 抠脾气 我不会分辨哪里是心 哪里是灰 其实我心里很想相信 杀人的人不是魔鬼 而且会辉煌 还讨讨论 那是神仙 还是真的 你以为你 的